25今日早報 公安部對操縱證券騎貨市場等犯罪案件要堅決查處 2015年7月10日證券消息A18部委動態公安部 對操縱證券騎貨市場等犯罪案件要堅決查處公安部9日消息 針對近期境內證券市場出現的異常波動 公安部高度重視 會同中國證監會進行分析研判 部署全國公安機關依法打擊證券騎貨領域違法犯罪活動 公安部要求 各級公安機關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 密切配合有關主管部門 進一步嚴密防範 依法打擊證券騎貨領域違法犯罪活動 對涉嫌內幕交易 洩露內幕信息 編組並傳播證券騎貨交易虛假信息 操縱證券騎貨市場等犯罪案件要堅決依法查處 對惡意賣空股票與股指涉嫌犯罪的線索 要回同有關主管部門迅速展開調查 依法處理 全力維護資本市場正常秩序 設施保障廣大投資者合法權益 據上海證券報